淳香 你真的是个好女孩 把秋实交给你 我放心 可惜感情不是无间 说转让就能转让 那你就告诉他 告诉他我的事 他一定会死心 你不要 陈复 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有你爱吃的老锅饼 还有麻团 这是怎么了 你给我出来一下 发生什么事 我要吹笑 好 别看你是阔小姐 但是在革命队伍里 我也是你的上级领导 你怎么能随便答我 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领导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龌龊 你竟然对孟苏下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把孟苏肚子搞大 你把他这一辈子都毁了 你问我怎么了 他肚子大了 他肚子大了 你没骗我吧 这真是天大的戏事啊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早点跟我说呀 我来 孟苏 孟苏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这真是天大的戏事 孟苏 孟苏 我真是没有白糖你 孟苏 孟苏 来 吃这个 孟苏 你想吃什么 我马上出去给你买 从现在开始 你要多吃东西 不光为你自己吃 你还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吃 刚才你也听见了 春夏大了我一个嘴巴的 打得我这个高兴啊 孟苏 我高兴啊 孟苏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孟苏 喜事啊 孟苏 孟苏 你怎么了 孟苏 你别不理我呀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孟苏 滚 什么 你让我滚 我这里不是大车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要那么喜欢睡沙发 出去找个大车店吗 好 自动的事啊 我死在一起 我买到你 早餐的事啊 要不在一起 我买到你 早餐的事啊 我买到你 早餐的事啊 必须跟你说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怎么会忘记的 现在有另一个人 也不想活了 什么 有另一个人 也不想活了 谁不想活了 梦苏 梦苏 他怎么了 春夏 你说话呀 梦苏怎么了 他出事了 梦苏 你说话呀 他怎么了 梦苏 梦苏 他怀孕了 你说什么呢 春夏 梦苏怀孕了 怎么可能 梦苏怎么 秋实 他真的怀孕了 是欧达明 不可能 是真的 秋实 不可能 梦苏 是真的 秋实 梦苏 我梦苏怀孕了 我梦苏怀孕了 木苏 梦苏纹 我说他怎么会 cal 我说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我就绝对不对劲 走感觉要出什么事 吗 我察培勒 我说你要想 真的出事 他想去做调 我陪他跑了无数趟医院 可是都不行 欧达明 这个臭层 就是谁 你干什么去 你找欧达明去算账吗 你别忘了 她是孟苏的丈夫 他不是 不是 他们开了结婚照 在报纸上登了结婚告 说他们是夫妻 是真正的夫妻 他们不是真夫妻 现在是了 秋实 孟苏不爱他 孟苏不爱他 秋实 秋实 孟苏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要是不吃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得吃啊 都要他们的 秋实 我打一遍 怎么了 你 你 你怎么能对孟苏干出这种事来 喂 秋实 我和孟苏接了婚的夫妻 要干什么 你们是假结婚 是假结婚 你告诉我 我和孟苏是你情无外怨 你管得也太穿了吧你 你这个臭 让他动手 我还手了 你住手 你住手 秋实 这是在干什么呀 别忘了你们俩是共产党员 不是杰作流氓 出来就是 你是个笨 跑到我和孟苏的家来闹事 我们是夫妻 他都能有我们的孩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 你不要再扯吧 我死了 你走吧 你走吧 谢谢 中文字幕——YK 就是啊 孟肃和欧大明之间没有感情 孟肃不是这种人 麦庆史 你还有道理了 你看看你 现在还一身酒气 你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说欧大明强奸沈孟肃 你有什么证据啊 欧大明在你之前来找过我 跟我说了你们昨天晚上之间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太过分了 他还先来找你 他就不能来反映情况吗 他和沈孟肃之前确实没有感情 可是组织上让他们假结婚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了呢 而且他们都是党组织的人 欧大明就真的敢乱来吗 如果这是强奸 沈孟肃也可以向组织反映这一情况吗 组织上绝不会忍习这种行为的存在 可是人家并没有说什么嘛 现在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 我们外人又能说什么呢 他们不是真夫妻呀 你给我坐下 男女同志之间 因为工作产生感情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啊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任何时候 都不应该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从香港回到广州 就是要全面地开展工作 可你呢 还沉迷在自己的感情当中 卖熊士同志 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输情输重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 和欧大明同志之间的关系 更不能影响到革命工作 该配合的时候 那还应该好好配合 你听见了吗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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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는지 彼音 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没事 你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藏不住的 慕苏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你生气 自从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以后 我就常常在想 要是当初我没有救你就好了 这样你们就不会再次重逢 他也不会爱上你 我总觉得 是你夺走了我的爱情 当我知道你怀了欧大明的孩子 我一方面同情你 一方面又暗自庆幸 我总以为 如果他知道你怀孕以后 就会彻底割舍他对你的感情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就算没有你 他也不会爱上我 春香 梅秋实他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只要你可好好对他 他的确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可是他把他的感情 全都献给了革命 献给了你 今生今世 任何力量都无法夺走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梅秋实我 你是诋毁不到我能感受的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 是一种 透彻骨髓的凄凉 这样也挺好的 想清楚说明白了 我就不会抱什么幻想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要在他身上浪费多少感情 多少青春 春香 没事的梦苏 你别这样看着我 好像我多可怜似的 欧阳春香是谁啊 只要我愿意 追求我的人 能从沙面的东桥 排到西桥呢 春香 有的时候我真羡慕你 你总是活得那么洒脱 敢爱敢恨的 是啊 比起你 我算幸运多了 不用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生活在一起 我不会和他一起生活的 你孩子都有了 你还能怎么办呢 我会一个人 把我的孩子带到 把我的孩子带到 你父亲 我的孩子带到 我父亲 你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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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革命是消灭不了的 我们不怕牺牲 我们有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贞 和英雄乞丐 必定会震惊整个世界 好 好 好 我们一定要 牢牢地动 走 现在工会的行动很危险 特别是欧达明 他前几天 刚刚组织了飞行集会 现在又开始演讲 敌人的命团肯定定了他们 所以我现在建议 组织长马上下令 停止春遭行动 让他立刻转移 好 我同意你的意见 通知他 立即转移 频道 古转移 快 快 不能 去吧 你和如梅还真有点像 只不过她的秀气 到你身上就变成帅气了 身份 相貌 才华 艳艳都被你占权了 我估计啊 这要是女孩看到你 一准都会被你迷倒 哪里 哪里 您夸奖了 其实 我很自卑 在这个乱世出英雄的年代 做医生的算什么呢 平平淡淡 默默无闻 除了前来就诊的患者 哪个女孩子 会看上我们这种人呢 要不然 我也不会 到现在还是个单身的 您到现在还是单身啊 欧阳小姐 冒昧地问一下 您是否已经结婚成家 算是吧 您先生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欧阳小姐一看就是一个大家贵秀 漂亮大方不说还富有爱心 干什么 是 你可真会夸人 是有没有爱心都能看得出来 那当然 每次都是你陪孟淑来检查 他们家里人从来没有人看过 这不是爱心是什么的 我就是个瞎操心的命 她最近肚子疼得厉害 我要是再不逼她来看看 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再说我们俩又是同学 更是好姐妹 如梅在法国留学还好吗 还好 下次写信 我会把我们见面的事告诉她 一定带我向她问号 就说 我很怀念她这位老同学 一定 一定 来 您信用 谢谢 请进 来 慢点 院长 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是活动太多了 动了点胎气 好 谢谢 谢谢您啊 没事 慢点啊 谢谢 我给你开点药吧 你回去以后 一定要注意休息 这段时间不能走动太多 不能干重活 不能生气 听到了吗 你要是再不听班医生的话 我可不管你了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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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ction 是 人就在楼里 什么时候动手 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他在那里面 那是他老婆 已经怀孕了 不过她现在出去了 我们正在等她回来 什么 什么司怀孕了 谁 要不等那个女的回来 一起抓吧 一网打尽 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他一直都没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事情拖得太久容易变化 我们的目标守护当地 先把他抓了才说 可是天快黑了 拖得太久容易夜长梦多 现在就动手 快 是 快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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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医生权 他不要进行春草行动 他就是不提药 这下出事了吧 这些共产党 真是冥顽不化的死硬分子 广州暴动刚被剿灭 他们的力量遭受重传 却又搞什么 搞什么春色行动 后面有什么离开 是 这些人是冥顺的 是冥顺的 是冥顺的 有冥顺的冥顺的冥顺 是冥顺的冥顺的冥顺 那些冥顺的冥顺的冥顺 所以还要把冥顺的冥顺 冥顺的冥顺的冥顺 莫非复然呐 袁长啊 早在黄埔的时候 我就非常看重你 你对本党中心 思考问题整理 对事业尽心尽走 你看我 一到广州卫书司令部来 立刻就把你调过来了 看来你还没让我失望啊 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 好 咱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从欧大明身上 找到突破口 把那些隐藏在地下的 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到那个时候 袁长 你可就恭莫大爷 卫师脸上 也就会更加有光 请老师放心 下一步我将严加审讯 一定敲开欧大明的嘴 力争在短期之内 全部破获在广州的 地下共党组织 好好好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是 大人 莫菲啊 其实啊 你也是我曾看中的学生师弟 但是你看看袁昌 现在成绩非然 你们都是黄埔的同窗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呀 是是是 老师说得对 卫师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好 一定加审讯 是 书老板 要 要 你 孙老闆 来了 那你回去吧 你好 慢一点啊 小心 来 这个被用的联络点 知道的人很少 但很安全 你就安心在这儿住吧 老欧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不知道 但你不必太担心 现在主持人正在想方设法地 营救他 你就好好休息 有事通过我的电源招网 没事我们就先下去了 谢谢您 好 不说 大人算是不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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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晨勋 王八蛋 看来你身上还是不舒服 来人 来 给他伤点鹰子 上 据可靠消息 欧达明同志在狱中 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心拷打 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的党的命令 欧达明同志 虽然在前段时间工作上有失误 以至于造成自己被捕的严重后果 但是他的勇敢和对党的忠诚没得说 组织上决定尽快对他展开营救 营救小组 就由今天在座的几月同志组成 麦秋实同志负责 我们要抓紧时间 通过一切渠道和办法搜集情报 尽快地制定营救方案 我请求参加营救小组 你 你怎么能参加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能参加营救小组 你不要参加营救小组 欧达明被抓的时候我正在医院做检查 我没有在他身边掩护好他 我有责任 这不是你的责任 孟苏 欧达明这么激进 他出事是迟早的事情啊 他被捕以后 你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所以你的处境也很危险 我们大家也很担心你啊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就是对我们营救欧达明同志 最大的支持 确实 没有激动 我没激动 光州起义失败以后 经过敌人的清洗和镇压 以前我们很多联络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刚刚起用的 新的备用的联络点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老孙 欧达明同志 知道这个联络点吗 不知道 这个书店以前是市委 众多备用的联络点之一 还没有起门过 你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不是怀疑 吴达明同志一定会叛变 非常时期 必须要这样 你不用解释 我能明白 好了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 大家给刚才的布置 去分头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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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你好好休息吧 我去看 春曉他現在怎麼樣了 人沒事吧 最近的父母對他看得很緊 我讓他出門 主要是廣州起義失敗以後 他對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 越來越心灰意冷 還有就是 我對他傷害比較大 我對他傷害 不說了 你好好保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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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受苦了 来 坐 请你不要跟我称兄斗地 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听我的手下说 你很不配合 你以为你亲自出马 我就会配合了 看来 这个面子你是不给喽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在共产党内的身份 你就应该找一个 和我同样身份的人 来和我见面 你一个小小的卫戍区 特工部主任 算什么东西 配合我说话 看来欧先生 还是如此地计较身份的高提 我觉得我这个特工部主任 已经不小了 而你现在是一个阶下囚 哪里还有身份可言 那你就试试吧 看看 你能不能撬开我这个 阶下囚的嘴 这么说 你已经准备好了 以身殉职了 既然我已经到了你们的手上 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好 好 气节 有气节 其实我今天来呢 不为别的 就是看看你 和你聊聊天叙叙旧 不会对你怎么样 和我叙旧 恐怕你是 黄鼠狼给击败你 硬得不行来软的吧 我告诉你 我软硬都不吃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虽然我们现在是对手 但是本党 曾经也有一段 连俄连贡的历史 所以 咱们曾经是朋友 甚至 我对你还有那么几分尊敬 远程啊 你不去当戏子真的很可惜啊 我说的是实话 过去我曾多次听过你的演讲 听你讲列宁和马克思 讲俄国的十月革命 讲共产党的主张 很气派 很有吸引力 我甚至还能记得 你最爱说的两句话 以革命的名义 和列宁同志说 这两句话 是我一个革命者的常用语 我至今还在说 可以这么说 虽然我最后信奉了三民主义 但是在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 你的演讲曾经鼓舞了我 你和其他共产党人 对我都起了不小的影响 受不了影响 那你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 镇压革命的反动分子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都会把自己说成是革命党 把对方说成是反动台 到底谁革命 谁反动 就我来看 只是主义的不同 和信仰的分歧而已 你就别跟我谈这些了 列宁同志说过 任何主义 只要背弃了人的良知 和社会道德 终将会被历史抛弃 我问你们 你们如此残酷地 镇压一个共产党人 你们的良知何在 你们的社会道德何在 这个怨我 没有跟我的手下 吩咐清楚 你们共产党是软硬不吃 金钱 权力和女人 都打动不了你们 更别说这些 小儿科的刑法了 但是 你也得理解理解他们 这是他们分内的事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就麻烦你 把我送回楼房吧 你着急吗 听说前不久 达民兄刚刚结了婚 而且 你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这么说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当父亲了 你什么意思 金钱你和权力你不在乎 沈梦苏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你总会在乎吧 军昌 你这个混蛋 又走你从往来 你要敢对梦苏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下手 我就是死 我也不会放过你冤架 莫大明 我告诉你 我对你客气 以礼相待 我代表你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现在还是好好地想想 该怎么坦白交代 怪不得霍夫司令那么欣赏你 刚才的审讯实在是太精彩了 看似闲流 实际上暴露了欧达民的软肋 比野蛮的刑讯好大高年多了 小弟实在是佩服 简直是莫尘莫吉 那又怎么样 暴露软肋就好办了呀 我看要想攻破欧达民这个堡垒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在沈梦苏身上打开突破口 我建议立刻逮捕沈梦苏 欧达民到现在都软硬不吃 不用这个办法 怎么才能让他开口 我自有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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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